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所有股东会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东元 因为东元大家都知道父子失和 爸爸黄茂雄跟儿子 两个人甚至闹上法庭了 告来告去了 然后儿子又指东指西的 就是为了东元的经营权 不过必须要讲姜还是老的辣 最后黄茂雄还是在强大的挑战之下 保住了经营权 东元股东会今天上午在桃园中立场登场 改选11席董事含4席的读董 结果黄茂雄阵营获得8席 黄玉仁儿子黄玉仁获得3席 现任董上邱存芝是董事第一高票 另外黄玉仁获得董事第二高票 不过黄玉仁所提的独立董事 却是全军覆没了 所以你说虽然说他得到了3席 这个是在预料之中 但是毕竟他没有拿到读董 所以这个可能对黄玉仁来讲是一个挫伤 不过至少他在董事会里面拿到3席 还是可以发挥影响力对不对 虽然说这3席没有办法左右董事会 但是造成干扰是绝对肯定可以有这个能力的 黄茂雄的故事很多 有机会再跟听众朋友来讲 黄茂雄真的也是台湾呼风唤雨的人 这个长袖善舞 他早年跟李登会总统的交情非常好 其实他曾经也受过公司派里面不同股东的挑战 当时也是靠李总统出来立保他 后来又把这个经营权拿回来 这个故事很多 以后有机会再讲 但今天确实黄玉仁是没办法了 毕竟黄茂雄背后有华兴丽华集团的力挺 交加力挺 再加上保家力挺 所以林丞海也是力挺黄茂雄 所以这两大咖 当然黄玉仁你要去击败他太难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没有意外 我觉得没有意外 好 今天外资在期货的部分 是小麦的176口的大台多单 所以近多单流仓不愿然高达3万5千多口 所以我们怎么从法人的操作 外资的角度 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台股可能的方向 航运今天似乎又复活了 这个神轨骑航 可以航向未来吗 航向明天吗 赶快请教财经作家 筹码专家 阿哥你好 阿哥好 各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捷克船长又回来了是吗 这个船不知道是海盗船还是幽灵船的 因为现在这个船长上去 大家只想怎么样 解套啦 今天进场的人是只想解套吗 不是想说这个创新高吗 现在进场的人敢赚20%吗 我换赚5%8%怎么样 他就想要走了啦 那边信念 有坚强信念的航海王 我觉得人不多啦 大家口口声声说 要赌创新高 但是股市当中有句话 就是说大难来时 一定是各自非 现在所有的水手们 一定是各怀鬼胎 当然如果所有的水手们 都可以秉持着什么 一张不卖 骑机自来 航运股保证 保证就可以再创高峰 但是谁要 谁要一张不卖 想要解套的 真的是多如烦心的啦 因为之前这些水手们 想都没有想过 就是这个航运股 竟然可以跌超过30% 而且感觉好像都没有 只跌跌项啦 甚至到四成喔 对啊 那个杠杆开太大的 可能就一次阵亡 所以他现在已经不是 那一种致富的故事了 最近一个礼拜都是一些 破产的故事居多啦 所以慢慢的这些负面的杂音 就会变多 而且加上那个国际的这个航运股 都在跌喔 今天这个大陆最大的 那个什么中原 中航运控 Costco 对 那就是大陆的那个 就Costco啊 Costco 对啊 也跌了8%之多喔 就是说现在全世界的航运股 也开始受到动摇了啦 所以这个地方 到底它会不会涨 我给大家看一个数据 大家就非常清楚 我们如果去统计 十张以下的 这个股东人数 散户 散户人数 我们简单讲 散户人数喔 那个 阳明 总共有32万人 然后呢 长龙有39万人 那万海 只有9.5万人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散户人数差非常多 所以昨天第一个拉万海嘛 对 所以万海比较轻嘛 筹码是最轻的 也就是为什么之前万海 可以拉到那么高 拉到本一比最高 然后长龙万海 是没办法跟上 所以万海是筹码战 那为什么万海今天涨不动呢 涨不动 因为整体的这个筹码 还是偏乱 为什么 因为我们去统计 上个月 就说四个礼拜来 那个散户增加的人数 我们说全部的股票 增加人数 最多的前三名 第一名就是阳明 增加了9.6万人 总共32万人 一个月内就增加了9.6万人 等于增加了三分之一的股东人数 你说这个是所有 还有上市贵股票 对不对 所有成果第一名就是阳明 第二名就是长龙 增加了7.3万人 过去一个月是从 等于说七月初到现在就是了 对 就四个礼拜来的累积这样子 那长龙是增加了7.3万人 万海呢 是增加了4.2万人 这样就包办了什么 前三名 前三名全部都是航海王 就是上这四个礼拜大家都抢着 当航海王 所以我刚才讲呢 虽然万海 那个只有9.5万人 但是一样啊 有4.2万人是过去一个月增加的 所以就是筹码是快速的变乱 如果我们把前十名 都念给大家听的话 第四名是2027的大神钢 第五名就是2601的义航 第六名呢 是2023的叶辉 第二个钢铁股 再来的那个 第七到十名 是2614的东森 2637的慧阳 2618的长龙航 2606的玉民 毛哥就知道 增加股东人数的排行的前十名 其中有八名 都是航运股 而且都是船产 都是船产 不是航运股 就是钢铁股嘛 所以过去一个月 还有一个东森也算是航运股 大家把他当26开头 不要讲说航运股 26开头大家都买 2601的义航 明明是百货公司 大家也把他当航运股 而且不管是天上飞的长龙航 地上开的宅配通 大家没有一个放过 26开头的 没有大家不想买的 所以这个行情是过热 所以整个航运股 它并不是基本面出现严重的问题 基本面在短时间 它就会有点杂音 你说货率在不在都还在 但是筹码太乱 太过混乱了 所以它杂音才一点点 我们说如果假设没有那么多散户 假设股东人数增加的幅度只有 我们刚刚公布的数字三分之一 那下跌修正的幅度可能不会有四成 可能只有一成多 现在这三家航运股 就是三家航商 就是万海洋民长龙 加起来已经快百万股东了 对 没错 所以真的是可以跟台积电跟中钢 几乎是全民运动了 这个年初还在护国神山 现在没有人要护国神山 没有人要上山 大家都想要开船 神山也缴不出好财报 有什么办法 对 所以大家慢慢就失望了 对不对 所以相较之下 台积电的股东散户人数 就十张以下的 过去一个月反正是减少了 一万八千多人 你讲到这个股东人数 台积电很妙 他其实虽然看说将近百万股东 对不对 大概现在九十几万 九十三万 九十三万已经从一百万掉下来 因为股价表现不好 他其实零股的股东人数是最多的 大概零股差不多一千股以下的股东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差不多有四五十万人 对 他是最多的 我们说 如果说我们照所有 就十张以下的 散户为主的股东人数来排的话 最多的是中钢 有九十七点八万人 台积电有九十三点三万人 还是最多 虽然减少了一些还是最多 第三名是鸿海 也有七十万人 第四名就是联电 也有六十七万人 第五名就是我们的群创 也有五十二万人 所以这五党 它并不是资本额太大 涨不动 是散户的符合太重 所以涨幅很难 全创面板股 今年也是一堆冤魂 对啊 它只要面板报价涨不动而已 修正幅度就非常大 所以你要知道 如果未来的航运报价 它不用下跌 它涨不动 那你就知道 这个卖价会多重 因为是筹码太乱的时候 它对于利空的反应 就会非常的激烈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股东 也不会长那么凶这样子 所以是一好一坏这样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群创的股价 刚刚阿哥讲说群创的股东 有五十二万人之多 而且这个是不是所有股东数 它基本上是这个十张以下的股东数 对都是散户维持 但是应该这个已经是占了绝大多数了 因为不需要去统计那种 什么一百张一千张的 那种都是很多法人的 不过因为群创还好 因为群创股价只有十几块钱 所以有个一百张也不算夸张 那我们来看到群创今年最高股价多少 32.55 那这个本周最低跌到17.85 这面板股怎么会这样跌 这也是太夸张了吧 从32块半跌到18块都跌破 对而且报价还没下跌 报价只是磁品 你看股价就修正的非常厉害了 这是景气循环股的一个宿命 那面板股还有旧吗 拉上来吗 今天群创股价是涨了 涨2%多 不像友达 友达一涨涨5% 友达似乎感觉起来相对涨势比较凌厉一点 对啊 筹码轻一点 友达股价至少还回到20块之上 群创还在20块以下 听说第三季整个比辑型电脑NB的那些需求还是下滑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98旋软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就明知道今年上半年全世界股市涨幅前三名是哪一些地方吗 第一名是越南 越南今年上半年 这个基准指数涨了27% 全世界number one 第二名是阿根廷 阿根廷大概涨了21%左右 将近22% 第三名就是台股 就是加权值 涨了20% 所以台股今年很露脸 上半年涨两成 是全世界排第三名的涨幅的市场 但是有很多股票 事实上 不要看这个是指数上涨 但是很多股票 它其实是大跌的 比如我们刚讲 群创友达 都是跌得很重 友达算今天涨5% 但他也还没谈回月线之上 友达今年在5月 4月底5月初的时候 股价一度来到最高 35块半 你知道吗 这个礼拜最低跌到19块 我刚算了一下 它的波段跌幅是45% 这事实上 这个波段跌幅比航运股 你看到三家货柜轮的股票 跌幅四成都还得大 所以你不要说面板跌的很少 面板跌的才重 而且它是慢慢跌 它是很容易这样是叫做温水煮青蛙的套一堆人 因为它真正急杀坡是在5月的上半月 急杀完之后 它其实就呈现这个慢慢跌温水煮青蛙的情况 那手上还有面板股人怎么办 我们赶快继续请教财经作家 阿斯匹林 阿哥你觉得面板股还有机会吗 这三档股票 如果套住的人有机会解套吗 我觉得这边的风险还是在白地 这边是一万八不是一万二 所以如果手上股会跌破月线 都只能等反弹持续做减码 最近电子股开始慢慢转强的迹象 为什么因为传产的资金金融一波修正以后 有溢出来往电子跑 但现在电子股又一个特色 就是电子股有航运化的感觉 以前电子股它不会一口气涨50% 它会慢慢涨分一个月 然后涨涨跌跌涨涨跌跌涨个50% 就像去年的天狱这样子慢慢涨 我还是回答的 它继续又创新高 我们就已经觉得天狱是腰股 但是航运的涨法没有再照这种涨涨跌跌的 都是连续性的喷出 所以航运喷完换钢铁喷 钢铁喷完现在船长都没有涨了 现在你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些中小型的电子股 一拉都是五成一倍这样子 所以我就要问你了 这会不会是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看到整流二极体 MCU 然后你看到MOSFI 这三大族群 讲实在的基本面真的不错 这三大族群其实我很早就在研究了 这个大概两季度以前 我就在研究这三大族群了 你看到他们的营收也好 他们的三率也好 的确都是很明显在上升 但讲实在他们的股价真的涨得很惊人 你看新唐长成什么样子 长了多少 以前的电子股从来不会像新唐 或者说强貌 以前强貌一辈子也不会这样长 他人生再怎么光辉 也不会这样长 对这我就要请教你 这会不会是 如果现在去追的人会不会有危险 也非常危险 因为这个就是都是航运的翻版 也是钢铁的翻版 所以它怎么涨上去 跌下来的幅度也会比较重 那就要回到说整体的结构 而且航运已经涨完 涨不太重 钢铁涨完涨不太重 相对机器比较低的电子股 也因为航运的资金被拉到一个 过度操涨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所有股市都 当所有类股都来到一个 把被资金炒到一个相对高点的时候 如果到时候全球股市一个动荡 那台股的修正幅度就会非常大 因为现在外资 起货空单已经三万五千口 但是一个相对高档 之前最高到四万口 就出现一波修正 那外资的现货 虽然这两天是买超 昨天还大买359亿 但是这两天之前的四天 光四天外资又卖超了1000亿 那是非常大的幅度 那过去五天外资的借券卖出 是增加了32万张 整个已经来到了1021万张 四月份的借券卖出才750万张 等于说这两个月来 外资增加了270万张的空单 借券卖出的空单 那现货这两个月 几乎是卖超了快2000亿之多 所以外资是很明显看空 那现在就只剩内资 在这个地方做炒作 炒作完航运 炒作完钢铁 炒作完所有的传产之后 这个触角现在升来电子股 所以投资人家玩那些电子股 它跟以前的电子股已经是完全不一样 这就有人讲 船票换车票 是不是 对啊 他们下船上车 所以只要电动车概念股 即使它只是做车尾灯的 一些什么杂头 一些小东西 照样都喷翻天 那些汽车概念股 车用电子概念股 以前我们都会说 它的比重可能就3%5%12% 但是这种这一批炒航运的资金 是完全不care 它只要有概念性的 它就把它吵翻天了 所以这是非常可怕 所以这些强势上涨的电子股 那投资人家操作的时候 绝对不能就是一直放着了 一定要有跌破月线就出场 对 我就要另外请教你 像今天ABF三雄 星星南电跟这个景硕 蒋三没什么太多利空 基本面好得不得了 都是缺货的情况 为什么今天会跌成这个样子呢 今天就是所有涨多的 这些被航运化的电子股 受到一个利空 就是MCU有杂音 得意的财报 没错 所以说造成他们全面性的 出现一个大跌 那就是涨多 因为这些资金来得快 去得也快 所以你可以看到 电子股一回涨资金怎么样 马上涌回去航运 跟钢铁 但我们刚才前面有讲的 航运跟钢铁只是反弹 所以谈个两天 这些MCU的声音 稍微小声一点以后 毕竟它短期的财报跟数字 还是会好看 还是有几档被迫公布数字 或者说 7月底就必须公布 第二季比较好看的财报 还是会在带动 这些之前比较强的 这些电子股 就像之前的航运股 怎么跌停 它就怎么涨停 怎么跌停就怎么涨停 直到一口气跌40% 再把航运的火焰 给交洗一些 所以电子股 一两天的跌停 我认为 它不会V转 因为这些钱 是不会那么快就走掉 我认为 还是会 因为短期的一些财报 或是盈余数字的利多 再度往上攻坚 财报就是8月15号 全部都要公布 对啊 所以我觉得电子股 就是搞这一波 所以7月底到8月初 这些只要一公布财报 一公布财报 它可能做出最后的喷出的时候 投资们就要小心 这些利多出镜 因为Q3好不好 事实上电子股在Q3 有些是蛮多杂音的 所以并不是说电子股 电子股半导体 Q3会面临基期 比较高的挑战 没错 因为去年第三季 第四季基期就上来了 对没错 而且有可能会有overbooking的一些疑虑出现 所以大家都要趁着Q2财报公布比较好的时候 用历史数据来拉抬股价 这是最危险的 他不拿不讲未来展望 都拿过去历史的数据来拉抬 所以听下来 阿哥你的看法是 现在目前大家要稍微谨慎 是这样吗 对是要谨慎 因为这些 不管船产航运或是电子 你觉得全面都要谨慎 是这样吗 除非你手上有一些相对成长的股票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过去一个月增加的股东人数 都是航运股跟船产股 相较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来找什么 过去一个月股东人数减少最少的 我们这边列出市场 第一名增加减少三万两千多人的 是2303的联电 过去两个月又没有涨 所以谁要联电 对不对 大家都跑光光 联电外资昨天买了十万张 你知道今天买多少吗 今天又买了八万张 没错 连续两天买了快二十万张联电 你看外资多会买 对散户卖 然后外资买 下个礼拜7月28号要开法说 预期是开得不错 但是市场现在还没有 没有人喜欢联电 那一定是大涨以后 散户才会去追 所以人数减少外资准买的 我们就反而可以留意 台积电是第二名 减了一万八千多人 外资今天是卖了五千多张 昨天外资是买了一万一千多张 我们说台积电再怎么样 也是富国神山 美国的纳斯达克接近高点 道琼也接近高点 如果道琼创新高 我们认为说如果多头要进入尾声 资金往避险的资产买进 通常道琼会最强 所以在没有看到道琼被这些避险资金转进去 买到道琼创新高之前 都还不用担心 那道琼一创新高 外资就会被迫买一些台积电 那个时候台积电就会比较强 那个时候就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台积电之前有一个 因为法说所产生的跳空缺口 我认为那个缺口是有机会被回补的 因为那个是意外的 只是大家对法说的期望太高 所造成的一个失望 但毕竟 从518那个地方下 618那个地方下 没错 我觉得因为台积应该会回补那个缺口 那台积一旦回补那个缺口 也就是说台积哪一天一大涨 目前就会看那些中小型股 甚至航运股会出现全面的大跌 大家会趁护国神山拉台 我想很多人还希望他不要拉台 对 希望你不要随便希望他拉台 因为有台积的人其实大家都零股 就是美股现在不要创新高是最好 美股一旦创新高 外市大买台积电就很危险 第三名是谁 第三名是2883的开发金 少了一万两千多人 那第四名是那个鸿海 减掉了九千五百多人 第五名跟大家讲一下 是3006的金豪科 也少了五千八百多人 最近低润很多都很弱 就只有金豪科一个敢拉创新高 但今天金豪科也是从盘中高点杀下来 也是杀下来 因为今天涨多的电子股 卖下都会比较重 你可以看到现在一个坛业 它只拉一支 比如说低润它只拉金豪科 驱动IC它只拉敦泰 所以看起来电子股有拉东出西的味道 所以说这么要遭做 只能销量操作 因为这个地方风险已经越来越高了 好 大家可以仔细再去做多方的推敲 当然阿斯匹云有他个人的观点 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参考 那不管怎么讲说上半年涨20% 下半年如果说台股的基准指数要再涨20% 台股一年涨40% 我还很少看到过了 好那 狗云